你的服務使用者有情緒困擾也好 或者你身邊的朋友有情緒困擾 你會有什麼反應呢? 這些就是大部分人都會說的說話 沒什麼的,不要想那麼多 很容易說出口的東西 開心點,明天就沒事了 你這些小問題而已 我那些重大問題 沒什麼是無法解決的 你已經好了 半杯水理論 你看看你有半杯水,不要看你沒有那半杯水 但我們是否用這些說法 講完之後就能幫助對方呢? 記住 那個人如果情緒本身是懂得去控制的 他聽這些說話可能都OK 而且他自己也懂得跟自己說這些說話 但是有時候我們太多這些說話 或者甚至自己去騙自己 用這些說話去騙自己的話 反而不是一個好處來的 如果他情況比較嚴重 他不是一個這麼容易 用正面的這些說話去解決自己的情緒問題 他反而會自責 憤怒 沮喪 和無助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他自責就是 我應該可以搞定自己的 我應該不要看得那麼負面 但事實就是 他真的走不出 他就會覺得自己很無用 本來已經覺得自己沒有用 情緒不好 但是現在你告訴他之後 他的情緒更加差一點 因為他覺得自己 原來真的非常無用 第二種情緒出現的就是生氣 生氣是為什麼呢? 就是沒有人明白我 沮喪 不知道可以怎麼做 再加上無助 我看不到你真的幫到我 他本來是想開了個窗 但是你在做的事 你以為在幫他的事 其實就是幫他打一塊板 封住他的窗 結果是怎樣呢? 就是 最後這個人 被很多人關掉他的窗 之後 他就會自己建一台窗 擋了所有的東西 他不想再跟別人說 他覺得跟任何人說 都沒有什麼分別 他就會自己建一台窗 這台窗比你封住的板 他就在困局裡 他就在困局裡